先前柯文哲对于木可公司金流都说不知情 但如今他与负责人李文娟对话记录流出 柯文哲追问某民庭大亨的100万元处理进度 食品厂负责人的50万 嫌见柯文哲对于金流应该是清楚的 好另外呢 陈佩奇之前被查出存不明财产进儿女的账户 他解释100多万是柯文哲的稿费加演讲费 不过呢 这个持续的比对之后 金额暴增到600多万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ATM理财数呢 我们带您看看接下来的报道 号称柯文哲大账房的前进省总部财务长李文宗 在不明金流案爆发后 以200万元交保却也被柯文哲无情切割 把责任都推给李文宗 两人原本是高中好友 五十几年的情谊说断就断 不止李文宗 她的妹妹李文娟是木可公关负责人 也卷入柯文哲案 李文娟推托哥哥才是实际负责人 但李文娟与柯文哲对话记录流出 柯文哲曾问他 某媒体大亨的100万元处理进度 以及食品负责人50万元的账目 哪些从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又是选举剩余款 请李文娟两个月内整理出 众望基金会及木可有多少钱可以用 对此检调认定 柯文哲不如之前所说的不知情 根本是一手掌握大小金流 另外柯文哲上一元的竞选补助款 被爆出其中7300万元流入个人账户 过去陈佩奇也被查出 有拿上百万元不明金流存进儿女账户 但他解释这些是柯文哲的稿费演讲费 但简连持续追查金额暴增到600多万元 这又该如何解释 随着证据逐一浮现 当初证词说的有多满 现在就被打脸的有多惨 就这么懂 并不留意 显示维达